大家好啊 我是拖泥兔兔几 好久不见啊 很是想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 视频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两说两事 为啥最近一直没更新啊 被我那个女儿从不到幼儿园带了这个病毒给我传染 然后就是一直咳 咳了将近10铁了 现在差不多 完了就就就一说话就咳 一会儿就是在视频里边如果说有我漏简的那种就是类似于这种 这种声音啊 不是我在干什么奇怪的事啊 就是我在忍着尽量让自己不咳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啥我不玩那个德鲁伊了 很多人说我变形了 不是啊 你看我这个名字啊 还要娇小的德鲁伊 主要是因为德鲁伊这个赛季呢 就是该试那个build 该玩的都玩了 都尝试过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哪样再去新尝试这build了 所以说想换那个游侠玩一玩 不是因为他弱了 如果说要是因为他弱了 我我给他抛弃了 那我从一开始我那么就不应该选择他啊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懂得我 我对德鲁伊的这个珍惜 苍天可见啊 那这期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这个S赛季 玩到目前整个我的这个感受 然后赛季也开了差不多能有半个多月了啊 然后我差不多也能玩了 能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好多好多天 我可能都是在床上躺出来的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版本 为啥这个研究build的这个人少了 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新build的不是很多啊 好多都是这种什么什么 然后达到多少成了 反正你看前面那个什么什么流派基本上全都是一样的 看来看去就是那几个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自己研发build的思路 然后以及我这一套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个build啊 这期主要跟大家聊的两个那种 先做第一个 为啥现在研究的build的少了 应该是各种build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版本 为什么就是这个赛季这个build这么少呢 我觉得呃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游戏啊 他对这个洗技能点 还有调整巅峰点 这个成本还是太高了 这个如果说让我整的话 我就把这个退还级别费用我们的全就给他取消 还有这玩都给他取消 你就这些技能 你就挨个尸去呗 你愿意 我愿意玩哪个我就玩哪个 你为什么限制我 对不对 那除去技能还有这个巅峰洗点 现在在这个赛季新加的这个回火 还有这个紧照 就是让这个 整个换build的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更上一层楼 金币成本非常的大 正常自己去搞的话 把这个东西挺挺费劲的啊 反复去刷那个 反复我知道的方法 就是反复去刷这玩意 还有一个方法 你直接上网上刷 上网上刷快 上网上刷快呢 但是我有什么害怕被封号 但金币这个东西 你在网上刷一定能解决 但是时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说 时间成本 金币成本 这两个成本就限制了 就是很多可能喜欢研究build的玩家 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build的玩 肯定也有跟我类似的玩家 反正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当我搞了一套build的 哎 我挺开心 我觉得觉得玩的还挺有意思的 当我想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哎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来自什么国外某玩家 什么密新建一过120成 我一看到这种的时候 我就心想 卧槽已经都过120成了 我这他妈的打两成 打五成都费劲的 我这还发吗 要不然我也别发了啊 就会有这种情况 就会有这种 就是属于叫乘数焦虑啊 或者是叫这个强度焦虑 那我为什么说这期又又第二部分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研发build的思路和一些我和我这个还未我完成的这个build呢 就是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抛转引玉吧 就希望大家如果说你在这个坑啊 在这个深坑里边啊 你挖这个坑 如果说你挖腻了 或者说自己想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玩法 自己开发一些玩法 想给大家提供一些 的思路啊 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 你可以自己去搭建一些build的 ok 那咱们来聊一下这个第二部分 然后这边我成了一个 文档 然后这个视频呢 这个是我录的第二遍 第一遍 录完了 他妈的没有声音 录了一个多少次 当时我的门都要裂开了 再再整一遍吧 呃 先说一下这个build的一个构建思路 包括暗黑4在内的这一类游戏 就是涉及到有这个工和房的属性 他基本上都是由这两个体系大体系构成的 然后你这两个都 成立的情况下 你这个就是他有一个根本才能成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伤害构成 因为这个赛季就有这个回伙得加入 你这个装备上的磁堆 他就能放大了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叫超级磁堆 这个是我给他起的一个名 就在这个视频里边方便给大家介绍啊 然后例如什么呢 就像是这种 他会根据你的某项素质 比如说这个就是根据你的暴击伤害 哎 他会额外提取暴击伤害的这个素质 然后作为额外的一个加持 你像原本这种超级磁堆 因为装备上的磁堆是有限的 所以说他的上限其实也能也就是比较有限 然后因为这个回伙的加入 就是让这个上限 他一下被拔上去了 就让伤害大幅增加 你需要选择一个超级磁堆 并且 有相关的磁堆 能去支撑他 然后你这个伤害体系 伤害构成 他才能成立啊 这个是伤害构成 然后这个防御构成 其实就是这个减伤的这个体系 举个例子 呃 远程游侠 远程游侠减伤的体系的话 就是一个是这个暗影帷幕 暗影帷幕的话 可以通过裤子一个威能 是产生这个暗影帷幕 暗影帷幕呢 他每一层都会带来这个减伤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游侠比较高的一个闪避值 还有那个德鲁伊的那个叫什么 坐置咆哮 让周围 的敌人 伤害降低70% 这个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减伤 就是你得有这种呃 减伤体系 才能让你这个防御这个体系成立 就是这两个都成立的情况下 你这个整个这套 build 这个才有一个根 完了 接下来呢 就是围绕你这个伤害构成的这个超级磁堆 去搞你的这个装备 然后同步呢 去搭配这个威能 还有调整这个技能 比如像这些 这些细微的这个点 一开始选择都6个技能 都摆哪个技能 对吧 玩一些被动 吸背的 都选择哪个 这个都得一点一点调 这部分都完成之后 就是基本上你这套 build 就算是地域潮啊 还有比较低层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深坑啊 什么的 基本上都能打 完再接下来就是调整这个磁堆 这个调整磁堆 就得根据你这个里边这个超级磁堆 还有你这个减伤体系 去针对性的极限的去提升你的伤害 还有你的防御 比如像这个金准 它围绕暴伤嘛 你看我在这个回火的时候 还有那个装备本身 我都选择这种带有暴伤的 选择带暴伤的 并且要回暴伤 看到没 全都是这种 那个散臂和暗影帷幕不是减张体系吗 暗影帷幕的话 其实衣服这边可以选择一个加暗影帷幕的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就是用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就穿这个了 这个等会装备 咱等会来说啊 就把这些这个磁堆 还有那个回火的磁堆 都进行一些调整 第五步就是优化磁堆 从这个4到5的过程当中 它会非常的慢 呃 这个也是导致了 就是这个你在自己研究这个build的时候吧 这个乘数上不去 这个过程当中 就需要把这个装备 装备上的那个磁堆进行比较极限的调整 主要就是呃 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太古的这个磁堆 哎 找到了之后呢 你也给他带着那个回正 然后回正的时候呢 还得把那个回火的磁堆变量 这个会给他回高点 再一步呢 就是精照的时候 第四下都把它要打到那个你那个核心磁堆上 这个是优化 优化的过程非常的漫长 就本身打底裁就很不容易 大家这个你刷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能发现 就是你你你打到一个太古的装备 并且磁堆队的话 其实 他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像我这里边这一身 基本上这个是我自己打的 剩些好多啊 像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全都是隔网上那什么呢 隔网上爆的 网上爆的东西 爆的可快了 说说正说正事啊 搞到搞回来之后回火 然后再去一点一点 强化 这个强化过程当中 非常费金币 也非常费 费那个时间 他其实主要是费时间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这个也导致了 就是新build的强度上限 强度上限 他就是卡在这儿的 强度上限多少 现在不知道 之前我看一个那个忘了是哪个up主了 他发了一个那个什么职业这个build 他就说了 他前面还给自己叠了很多buff 他就说我这个之所以没打到多少成 是因为我现在装备不是很好 就是他本身也应该也有跟我类似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问题 他这个开发这个build 他他已经前期他去花时间去调整他的 技能 调整他的巅峰 调整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没有时间再去强化这些懂知道吗 所以说他这个上限 他自己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还想把这个东西分享 所以我就建议这些就是喜欢研究build的这些兄弟们的 你们就大胆的分享你的这个build 因为你自己闷头研究的话 你这个时间精力 你是不足以支撑 你去开发一个build 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做游戏一样 就是你搞原创 你搞这种新的玩法 你必然得找一个投资商 或者说是你你你多找几个人 你要不然你就找一个那个号主 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无限的资源 然后你在他那个号的基础上你进行开发 这样的话 你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 要不然就是你把你这个早期这个版本你发出来 就像开源似的 可能这个辞职没优化 然后你这个强度上限现在未知 但是你这个手感他是在的 然后让那个其他玩家都一起去去完善的 一起去优化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比一个人去闷头去搞的话 这个这个效率要搞一些 ok 我们再说回这个build的这个思路啊 所以说整个这个build的这个 我个人这个思路就是这样 首先根据这个整个这个职业的伤害构成 寻找一个超级磁锐 然后以他为基础来打造你这个伤害体系 找到一个防御的体系 是减伤的 还是说是散避的 或者说是干脆是这样的 通过bug 让他无敌的都行 完了 初步的搭配这个技能 巅峰 还有那个微能 让你这个东西能流畅的打起来 防御攻击能量 然后操作的这个复杂度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就算是初步 就是可以用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的这套build 游侠乱色的一个build 主要是给大家通过拆解 我这个build的这个伤害构成 还有这个防御体系等等等等 来帮大家再理解一下 这个我这个研发 这个思路这个过程 然后首先来看这个伤害构成 这个伤害构成 它就是呃 主要是看这个 第一个主要的部分是这个 是这个精准 然后这个精准呢 它是跟这个暴击伤害相关联 精准就是暴击伤害 越高 它这个精准的额外这个加成也就越多 这是一部分 精准这边呢 还跟 其实还跟暴击和攻速相关联 因为暴击的话 它会额外获得一成 然后攻速的会比较快的话 就是你这个累积也会比较快 所以说它后边其实还有一个暴击和攻速 但是他们的优先级远没有这个暴击伤害高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像微能上这些 比如说像是击倒造成伤害提高 然后还有像是这种 就是那个这个微能上也有这种击混造成伤害提高 尤其是在打boss的时候 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好多build 都会使用这种这种微能 因为这种微能 类型的微能 在对付boss单体目标是比较有效 尤其这个版本的弓匠之坑 它里边那个卡你的就是那个boss 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这个击混或者击倒 然后第三个体系就是这个陷阱 雕纹上会有这个陷阱的陷阱的增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手雷 手雷它会有一个额外增伤 如果说手雷把敌人冻伤了 或者是我们装备上带来的那种那种冻结 还会有一个增伤 然后手雷带来的迷惑 或者是鞋子带来的这个迷惑 也会有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手雷它本身有 还有这种冻结 迷惑 这种也有 然后这部分其实主要是针对小怪啊 针对那个大怪的话 主要还是靠这个 这个版本 这个尤其是这个工匠之坑啊 它其实是用这个boss卡你啊 所以说前三个部分是主要组成部分 然后后边这个呢 是针对这个小怪啊 也能用得上 我这个伤害这个构成是这样的 这个伤害这个构成就是 你最少有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伤害的一个来源 然后你最好这个上限越高 那你这个整个这个伤害的上限也越高 那你能打出来的伤害越高的话 那你能挑战的乘数上限肯定也就越高啊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由的意思啊 然后同时 你辅助去增强你这个上限的手段越多 那你这个最后的一个伤害肯定越大 然后这个减伤的体系的话 前面说了就是暗影回目的等级 还有这个散币 完了 接下来就调整装备技能的话 就是像前面说的这个就像暴击伤害 能找暴击伤害的一律就找暴击伤害 然后其次就是暴击 然后再其次还有一个幸运 因为他那个心眼吧 他有的时候 心眼在结束的时候 他那个标记要等好久才能标记 所以说中间能量会有空 所以最好要把这个能量消耗控制在18左右 然后像我这个现在没控制下去 是因为我这个戒指没强化啊 再配合这个被动里边有一个这个神经兴奋 他就可以让这个能量一直都够啊 所以说幸运在这里边还充当一部分这个角色 其实幸运还有好多用处 但是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裤子 他能叠那个暗影帷幕 然后其次是攻速 因为这一套我感觉攻速不是特别取药 因为有两个未能都是加重速的 然后防御属性就像这边的几个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护甲 像我这个护甲现在是没打表 像我这条装备的话 其实都还得再去调整 有一些都不太行 然后生命很重要 生命的话其实应该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抗性的话 加上巅峰里边的 然后加上这个手势 还有保持的 戒指的话 最好是选择一个火炕 一个电炕 然后这样的话 配合那个 你身上再有一个10拳抗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刻一个那个虚响的话 就能让那个抗性前4个都达到70% 然后后边这个可能会差10点 所以说这个调整这个属性 基本上大概就这样 然后这个装备磁碎的调整的话 就是基本上要不然你就上网上报 要不然就是也就是上网上报 自己刷的话 等这个赛季的结束呢 你都刷不到 完了再就是有化这个磁碎 大概就这样 ok 接下来我找一个地图然后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就是这些技能 都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这一套打起来那个看起来的手感怎么样 然后我就随便就找一个吧 然后这个我没太怎么往上打 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装备都没有强化 所以说进去一边说一边打 有可能会死啊 我就先找一个地方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每个技能怎么用 然后呢 我再打 因为我这个天生这个大脑可能有缺陷 我这个一边一心不能二用 然后因为抗性没满 所以说我嗑个药 然后像这个血加血量这个药都给它嗑着 然后因为这个技能 因为我这个戒指没强化 所以说它的这个能量消耗没到18以下 我是感觉到18以下这个能量不会断 所以说我嗑了一个这个 然后像打普通的怪 就是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你正常打狂潮什么的 打狂潮的话就是一个剑就是按住 就是这种 我是放在Q上了 就Q一针珠就行 Q一针珠就行 然后适当的也走个位 就是这样 就这样 这个就是模拟 然后接下来就是模拟一下 就是这个怪稍微有一点点肉 然后接下来得用其他的技能 怎么弄啊 先放一个陷阱 然后扔个烟雾弹 也可以用个暗影布 然后跳到他身后 咱说那个一针 kill 那个手机是滑水输出啊 正常输出的话 就是保证有陷阱 一层增伤 然后急行杂 两层增伤 然后烟雾弹 烟雾弹的话 它本身它是带两层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挂了四层 四组 四组增伤的话 完再加上本身你那个精准一共就是前面咱说的这个五组 五组增伤 然后如果说是打boss的话 比如说他就是boss吧 然后正常他追你嘛 对吧 一种手动 不断的就是陷阱 然后暗影布 啊不是 那个急行杂 然后手雷 啊 这一套 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还有一种 比如说这个是boss啊 就是暗影布先进身 然后陷阱 然后急行杂 手雷 反正这个死路大概就是用这两个的技能 其中一个先进身 然后呢 释放这个陷阱 哎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技能再贴回来 因为你放陷阱 你后跳嘛 再贴回来之后 然后nq输出的同时 然后扔这个这个手雷 然后打boss的时候 就是尽可能先把他这个量枪条给他打出来 在量枪条快打满的时候啊 你就把 你尽量把你这一套小连招给他准备了 最好 哎 然后他亮枪的时候 保证你这几个增伤都覆盖上 然后就直接给他秒掉啊 这个就是大致这整个一个输出这个循环 那关于这个bill的搭配的这个死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游侠也比较好看啊 就是你这个转来转去这个威能 其实也可以替换成奇塔的 但我觉得他挺好看 我就给他保留了啊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个角色啊 这个是德鲁伊 然后呢 这个是游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玩哪个啊 大家可以说出你的答案 ok 那最后呢 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啊 就像德鲁伊一样 然后祝大家越来越帅啊 就像游侠一样 这期视频就大家聊到这 我是托尼特鲁基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